旺角行人专用区的计划都是一个试验计划 其实一个试验计划来说18年实在太长了 在这18年间收到投诉数字都是有增无减 其实以前行人专用区开展的原意都是被行人暴行使用 但现在我们看到专用区其实都违背了原意 表演为多 而表演大家都看到用那个扬声器的音量亦是比较高 对于楼上居住的居民产生很大程度的困扰 我们亦都是加访过一些居民 其实是开电视他都听不到声 我们会看到他的房间里他会飘来一只音乐 厨房他又会飘来另外一只音乐 电视也是第三声道 在一个这样的居住环境底下 其实都很希望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那个是你你又会怎样 我觉得两者之间是需要去平衡的 街头表演和楼上居住的街坊 他都应该去平衡一下 我们自己经文联四位议员 在区议会都提醒了一个文件 是动议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我们就希望在现阶段 是否应该终止这个旺角行人专用区 第二个我们都很希望政府带头 将在这个行人专用区的概念 希望在全港18区都密释一下地方 将它重置